今天我们来谈线性变换的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非常的古早 最早在中国书上记载的是 记载在南北朝的孙子算经 经有物不知其数 三三主是圣二 五五主是圣三 七七主是圣二 物物几何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国小遇到 算数法遇到一个问题 就说除三于二除五于三除七于二 这个数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后人就把它赋予一个故事 就叫做韩信点兵 韩信是谁呢 韩信是那个汉初三杰 汉初三杰 他帮了 帮刘邦塔天下 那个时候大概是西元230年前 到西元 这是韩信的出生年代 对应到西方大概就是 阿基米德那个时候 比阿基米德再稍微晚一点点 韩信一开始其实也是一个平民 那时候跨夏之鲁这个名词 这成语就是跟韩信有关 那我们是后来呢 对韩信的评价 事实上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将 像我们就说这样 言兵莫过孙武 用兵莫过韩信 孙武就是指孙子兵法 但是他是在讲 用那个嘴巴上讲兵法 那直立超兵的当然就是一个韩信 那早期他其实是很 就是很 很没有得志 那时候他曾经跑到那个 刘邦的对手就是项羽那边 但是项羽那边没有被受用 然后后来就跑到刘邦这边 一开始也没有被重用 那后来提拔韩信的人就是萧和 就是萧和 萧和那时候跟韩信谈完的时候呢 就觉得他是一个人才 可是一开始 那个韩信没有被重用 他那时候就跑掉 跑掉的时候 萧和就跑去追他 那刘邦就说 跑掉的士兵这么多 你为什么要追韩信呢 那萧和就说 诸相亦得也 自如信者 国士无双 就像这种人真的是 绝一无二的 所以韩信那时候 事实上就是被那个 萧和所提拔 所以有一句成语就是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主要是因为那个韩信后来 帮刘邦打下天下 对那个已经 项羽已经死掉的时候呢 那刘邦就要把他大臣的兵权 所谓卸除 所以那句就那时候呢 韩信就对刘邦说 你这个就是鸟进攻藏 就是说 你现在把天空的鸟都打完了 那弓箭当然就没用 所以好像就可以藏起来 天下都已经打下来 已经都没有敌人了 所以他这个武将 好像就可以去除了 那关于韩信呢 还有蛮多成语的 例如就是兵法三十六纪里面 写着这个暗渡成章 也是跟韩信有关系 就明修战道暗渡成仓 你表面上在修 那个大条道路 好像要从大陆攻打 结果事实上是 从小陆去攻打 那个秦国 那对于这个 韩信典兵这个问题呢 在《孙子算经》里面 就记载了这样的解法 三三属四胜二之一百四 五属之胜三三之六之三 七七属之胜二之三十 并之 然后以210的减之 德之即德 中国这种数学古籍 古籍真的是 一看真的是不知道 还在讲什么 我们就发觉就是说 有没有一个适当的符号 在学数学 真的是一个相当的障碍 最后这个答案 其实就是23 就是23 23它会满足除3于2 除5于3 除7于2 那这23怎么求得呢 韩信典兵是怎么样的做法呢 我们等一下 就来分解一下